你是不是跟我一樣觀望的摺疊機好一陣子 卻遲遲沒有下手 沒想到近期又殺出了兩位摺疊機選手 OPPO的FINE N3跟FINE N3 Flip 我已經聞到選擇障礙症的味道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佑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OPPO首度在台灣推出的大摺FINE N3 以及小摺FINE N3 Flip 其實OPPO在今年2月的時候 才剛在台灣推出小摺的第二代 沒想到才時隔半年而已 第三代就緊接上市 看來要搶攻三星Z Flip 5的試占意味是蠻濃的喔 那剛好最近我有把他們這兩隻帶出去實拍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要看到影片最後 先說照片很厲害喔 我們先從大摺的外觀看起 手上這隻是經典黑 一開始拿到的時候覺得它低調又沉穩 背蓋是用植物皮革塑造 霧面的材質 防滑那一張 邊角採用的是較為方正的設計 239克的重量雖說是同級產品中最輕的 但對女生來說拿久了還是會有點小負擔 再看到這個存在感極高的鏡頭模組 直接佔了快三分之一被蓋的空間耶 實在很難讓人忽略 有同是說很像一隻高級的手錶 但我覺得看越久反而越像 抱歉當我沒說 接著我們來看5N3 Flip 潛金色帶有一點珠光的亮面材質 摸起來很華盛 轉折處有水波紋的小巧思 但把上一代OPPO的LOGO給捨棄了 邊角較為圓潤靠在虎口的位置不會刮手 握持手感相對大折更舒適 至於鏡頭模組的部分 從上一代的雙鏡頭升級到三鏡頭 並改為包覆在一個環形模組內 且周圍還有光影刻度的設計 整體看起來更優雅 不過再跟直立式封面螢幕擺在一起 又圓又方的設計 我自己是覺得有那麼一咪咪突兀的 而在大折跟小折的部分 都有搭載三段式靜音胎關 可以調整靜音震動或響鈴 算是蠻特別也蠻復古的設計 再來折疊機要關注的一大重點 就是折痕明不明顯 我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真的完全被這幾乎感受不到的折痕嚇到 不管是用眼睛看 或是在使用上折痕的存在感都極低 主要是因為這一代有全新升級的水滴轉軸設計 所以可以做到讓螢幕更無痕的表現 我們直接拿來跟三星Z Flip 5比較看看 應該不難看出差異 我那時候拿到的時候 有給公司的同事摩一輪 每個人都嚇到 甚至你不說它是折疊機的美人 會發現喔 建議你可以去實體門市摸摸看 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但是不確定會不會隨著使用次數 讓折痕變明顯就是了 至於兩支折疊機的尺寸規格 FiN3的螢幕都採用OLED 封面螢幕為6.3吋 主螢幕為7.8吋 螢幕都跟三星Z4 5差不多 FiN3 Flip螢幕則為AMOLED 封面螢幕為3.26吋 主螢幕為6.8吋 FiN3 Flip的封面螢幕 雖然相較三星Z Flip 5小一些 直視設計操作可能沒這麼廣泛 但還是有跟30幾個App合作 像Line、Gmail、Google Maps都能使用喔 而且也可以比5自拍喔 兩支折疊機展開的尺寸及重量 就直接放上字卡給各位參考囉 再來要講到鏡頭的部分 這次OppoFiN3系列 不管大折小折 都有跟哈蘇專業影像聯名 官方號稱是折疊機中最強的攝影規格 OppoFiN3搭載三顆主鏡頭 4800萬畫素OIS廣角 4800萬畫素超廣角 以及6400萬OIS潛望式長焦鏡頭 這也是市面上第一支搭載潛望式鏡頭的大折 OppoFiN3 Flip同樣也有三顆主鏡頭 5000萬畫素廣角 4800萬畫素超廣角 以及3200萬畫素長焦鏡頭 想不到在小折上也有長焦鏡頭 這點我是覺得誠意十足 直接給大家看實拍表現 在一般模式同個場景下 FiN3注重整體環境的和諧感 色調跟光感貼近真實肉眼所見 FiN3 Flip則更注重主體的表現 色彩濃郁飽和 顏部細節的呈現上更精緻 至於人像模式下 FiN3顏色較為紅潤自然 FiN3 Flip感覺像套了濾鏡 後製感比較重一些 食物部分可以更明顯看到 FiN3 Flip提亮很多 就像幫酥皮濃湯加了美肌一樣 炒肉絲看起來也更水潤了 不過拍15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FiN3的橙色 帶來廣角部分除了色調些微差異外 基本上成像是一樣的 不過到了晚上時 FiN3在光以亮暗的呈現上較有層次 沒有過度運算的痕跡 長焦的部分也直接放上給你參考 在1倍3倍其實沒什麼差 不過在5倍及6倍的部分就能看出 有潛望式鏡頭的FiN3 細節表現更好 還能拉近到30倍的焦距 在光暈的抑制上頗有水準 那它最多是可以拍到120倍的 而在夜拍有主體時 FiN3 Flip同樣會以主體為重點 FiN3則是會連環境一起提亮 但可以看到背後的燈 還是有耀光的情形發生 夜拍人像一樣就放上樣張給大家參考 不得不說OPPO的人像模式非常好看 尤其是兩倍人像 完全可以媲美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這絕對能容得我此次最滿意的照片之一 那最後呢 因為評測時間有限 只來得及取材 FiN3的日夜錄影表現 一樣放上給你看看囉 OK 快速看完了實拍比較 不知道你比較喜歡哪一支拍出來的效果呢 當然啊 除了拍照好看以外 效能也很重要 FiN3搭載的是安卓旗艦晶片 高通Snapdragon Agen2 還有市面上大折最大的電量 4805毫安時 支援67W超級閃充 售價為台幣60990元 FiN3 Flip則是搭載台積電4奈米製程的天璣9200 電池容量4300毫安時 支援44瓦超級閃充 售價為32990元 這個價格不知道大家可以接受嗎 以我這兩天使用下來啊 小折用了一天的話 電量大概是會耗盡 那大折到了晚上還有超過50%的電量 我還是玩到隔天早上才充電的 那最後來聊聊這兩支折疊機該怎麼選呢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是女生比較常需要帶出去拍照 那就可以選擇FiN3 Flip 畢竟比較輕巧人拍起來也比較漂亮 但如果你是需要多工處理的商務人士 FiN3的效能你不必擔心 而且大螢幕使用起來啊 不管是要分割畫面看影片看資料 真的都只有一個爽字 老實說我這幾天用下來啊 真的是有一點被FiN3燒到耶 要不是因為它真的太重了 不然我一定毫不猶豫選擇它 那看完今天的快速開箱影片 OFOR5N3系列的折疊機 有打中你嗎 大折跟小折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還是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有機會再幫大家實測看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的照片真好看 真的很好看呢